找来一些像这样的圆形磁铁 把磁铁吸附到转子的表面 先装上四组正极 再尖装上四组负极 这样才能使这个电机能够正常发电 注意磁铁之间的间隔要一致才行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转子是正负极分明的 现在找来几张祖传的光碟 把其中一张套在转子的轴上 然后打上热熔胶进行加固 加固完之后找来一届PVC管 同样用热熔胶固定到光碟的背面 找来两瓶树枝AB胶 先按比例调整好 然后搅拌均匀 把AB胶倒入PVC管里面 接下来静待24小时等AB胶干透 可以看到现在PVC管里面的AB胶已经是完全坚硬 现在我们要把外面的光碟和PVC管取出 先对光碟进行一轮暴力销毁 然后使PVC管 拆卸完之后 我们发现树枝的宽度比线圈还是大了一点 现在继续把它固定起来 用抛光机继续打磨一下 随后把转子套入线圈试一下 现在尺寸已经是差不多刚好吻合 我们继续把它套回外壳里面 套上外壳之后我们用螺丝进行拧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机里面有三根线 黄色和红色的线是运行绕组 我们只需要接上这两根线 蓝色线我们可以不用管它进行剪掉 我们在这里 词许多了 和三根线的宽度和线